那目前各种分析都形成了一种共识 早前为了向富士康创始人顾台铭施压 以放弃竞选明年1月份台湾总统 中国当局便开启了对富士康的税务和土地使用调查 那当然也还有一种分析是认为 中国政府也可能有意图让富士康与中国脱钩 不过事实上后者并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那即使只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台湾也不可能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完全脱钩 加以分析的话你也会发现 这些年下来北京持续加大力度 营造一种台湾经济前景与中国密布可分的舆论导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放经济以来 其实台湾企业就位于首批投资者之列 到了21世纪头10年 中国融合两岸经济的策略也获得了巨大的成效 那相比起10年前 台湾只有不到4%的产品出口到中国大陆 到了2010年 这个占比已经超过了28% 而两岸巨航也实现了几十年来的正常化 大陆游客获准赴台湾自由行 直到2014年 台湾民众越发对过度依赖中国感到担忧 2016年上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 也开始推动台湾经济的多元化 地缘局势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因素都逐步推动着台湾 重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作为回应 中国也将贸易问题进一步推向聚光灯下 激化了台湾民众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情绪 尤其当中国屡次对台湾施以经济打压手段 禁止进口菠萝等台湾农产品 进一步限制赴台旅游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确实不少台商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市场以外的地方 那不管是从出口还是对外投资的数据来看 台湾在降低对中国依赖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改变 去年美国就已经超越了中国第一次成为台湾农产品的最大买家 台湾对外投资的流向也明显在东南亚 印度和美国方面有所提高 需要更进一步去考虑的是 经过特朗普时代的关税 以及拜登政府的出口管制 持续提高从中国采购的成本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直接切断了中国的供应 那我们撇除中国工资上涨削弱了对外资信力的这些因素 中美博弈如今带来的地缘风险 已经不断推动着除了台湾以外的很多地区和国家 实现采购多元化的策略 而美国科技巨头也起了率先推动供应商多元化的最大助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iPhone在中国的主要代工商 富士康虽然在零部件 测试和销售方面依然重度依赖内地市场 但近年来已经积极将生产线往印度和越南扩张 不过对于很多台商来说 要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建设和运营新工厂 事实上整个过程不便宜 而且也很艰难 从富士康和苹果的另一家供应商 伪创自通在印度的工厂时常爆发抗议活动 导致工厂运营中断的事情上就可以获得印证 但为什么依然无法改变这些厂商往外移的决心 那更为明显的转变 还包括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在美国芯片禁令下 开始将销售压住在美国和其他非中国买家身上 那数据上也可以反映出 在截至2023年6月的季度 台积电63%的收入都来自美国 高于2018年同期的54% 那目前也仅有12%的收入是来自中国买家 远低于2018年第二季的22% 台湾政府还鼓励与东南亚 南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 虽然2016年推出的新南向政策 在台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但数据显示 台湾对新南向贸易伙伴的出口 而在2013年前9个月已经增加到了660亿美元 相较其2016年同期高出了大约50% 今年9月 中国在台湾出口总额已经降到了 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比例 但是今年前10个月 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却比2018年同期增长了80%以上 聚焦今年第三季 美国和东南亚六大经济体合计 已经占了台湾出口额的36% 这是自02年以来 首次超过按季度计算的 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比例 在对外投资方面 此前台湾对中国的投资基本稳定在每年100亿美元左右 不过在2018年末却出现了急剧下降的情况 之后也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的一半左右 2023年以后 台湾只有13%的投资流向了中国 25%流向了亚洲其他地区 而近一半都流向了美国 与大约10年前中国大陆和台湾经济迅速融合时期相比 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很多台商 甚至是国际大型制造企业来说 即使整体环境和条件越来越严苛 但他们还是会尽力留在中国市场 否则就是直接将机会拱手让给其他竞争对手 不过放有未来 投资目光还是会坚决转向中国以外 甚至有一种说法是 如果真的要避开中美博弈带来的风险 也许不是选择中美其中一方 而是直接押注在第三国身上